一传媒交易案被自由时报刻意下标 指对岸明目张胆透过台商收购媒体 还说三大买家投资大陆金额庞大 但是事实上金融自由时报所属的三重邦 红国 红泰 还有联邦三大集团 都各自在大陆有生意 跨足银行 受险和房地产 却独独对一传媒的新股东点名批判 立委就批评这个自由时报 认为他刻意丑化台商 而经济部长施燕翔也斥肢一鼻 指一传媒的新股东各个财力雄厚 根本不需要中资帮忙 经济部长施燕翔就是冲着自由时报的头版标题 讲这一席话 做了回应 自由时报没有任何证据 却大喇喇 写着对岸明目张胆 透过台商收购媒体 内业在指 一传媒三大买家投资大陆金额庞大 不止施燕翔看不下去 立委批评这根本是把在大陆经商的台商恶意筹化 你不能够说台湾的商人到大陆赚钱 有的钱回来台湾购买媒体 就是拿中共的资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台商从大陆赚的钱回台湾 全部都是中共的资金 那还得了 来看看自由时报所属的三重邦 联邦银行早在十年前 就涉足两岸直接通会 取得许可 红泰集团的红泰元寿 跟早上大陆的泰康元寿 进行结盟合作 红国集团则在上海设立房地产公司 在大陆四处列地炒房 在两岸开放过程中 台湾房地产飙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零容三三重邦可是大牢一笔 享受两岸和平红利最大的 零容三家族无疑灵灭前茅 零容三作为报老板 一边有自由时报 为其他台商扣红帽子 一边自家家族 在大陆积极投资赚钱 难免引人二手操作 得联想 汇流时代 媒体是资本十分庞大的投资 若非财力雄厚 不足以长期经营 投资大陆 胸怀本土 累积台湾资本 不是自由时报 零容三家族的专利 自由时报却似乎忘了 回头检视自家老板的家族 赚了多少人民币 在台湾炒房炒楼时 有多爱台湾 还是害台湾 这一切台北综合报道